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房屋法里面 加州可以没冷气 不可以没暖气 他们如果房子里面缺少什么条件 包括他们现在此时此刻租的空间 租的空间 如果不是living space 他可以给你申请索赔他所有的房租 然后跟你扯关 18个月之后你才能赶他 他们还不知道这些条例呢 要明天我给你普及一下 让你感受一下行业包装卷 我真不懂这个东西 你现实个洛杉矶租房子 你不知道加州房屋法 租房法律你不知道 您说的这么细 我确实不知道 我告诉你细节了 洛杉矶没有冷气合法 没有暖气不合法 你有几个房子有暖气空调 他住的空间 如果此时此时 此时此刻是车库 或者是包括门前的padeo 让他包起来了 他租的空间里包含这部分 只要不是leaving space 只要你的房租存在 违法改建 包括一堵墙 封起来 他住的地方 不是合法的leaving space 他都可以告你 要求你退回所有 他交过的房租 同时18个月之内 你不得将他驱逐出去 听懂了吗 你要连这都不懂 你还干中介 你还往出租房上帖子 你他妈眼看就是没吃过亏啊 我明天给你普及一下 让你下月四五户的收不来房租 你还他妈叫我 你连这都不到 你还跟着啥呢 我运气真的好 那只能说 我运气真的好 运气真的好 回头等你不好的时候 再找我连麦吧 不行啊 吃啥早点这不来活了吗 你是歪啊 你点下面连麦来 你点下面那个底下那麦克风 点连麦 要手机号 你别跟我说你没有 你可国外混在国内手机号都没有吗 咋彻底断联了 铁道 你彻底断联了 有的抓紧 验证一下 等你 对 验证嘛 你可以拿美国手机直接接啊 你不一定非得使国内的啊 他可以拿美国那个直接 直接注册的 你上了 你点点连麦了吗 我估计第一回连海的调试调试 能不能听见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能听见吗 刚刚下载那个哔哩哔哩之前 我没玩过 我说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 能听见 行 那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那兄弟们这边我先关了 我这边我先 我这边先关声音了 你们那啥吧 你等会儿啊 来吧 你说吧 咱俩就有啥有啥能交流的 那个 我那个什么 我还是蛮喜欢您的 不用 蛮喜欢 不用勉强 不用勉强 对 有观点交流 咱俩和平输出是最好的了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大动干戈 对 咱不用说什么去骂人啊 我觉得这个 特别没水水 一件事情 那你说吧 你知道吧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我没跟他说 您最早的时候是在拳动广场跟小莱子哥 那个时候最早 最早 那时候还开车 那个什么路过您那个 您去哪了 我真是看不到您了 我可是那啥冒烟呢 我冒烟呢 我就不拍着了 你就说吧 咱俩就拿声说了 好 有一点我不反对 就您说的 罗安基这个地方 讲实在话 就是十年前它是啥样 现在十年前后的 其实没有改变很多 可能怎么说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老话不是说 树挪死人挪活吗 可能我待的地方 就是山河四省 都在那边 然后还是个小地方的 然后 你待哪啊 我听听 我河南的哥 不是 你和洛杉矶 哥哥洛杉矶在哪 我现在 暂时现在在 盛盖国那边住的哥 那我听听 盛盖国那扎拉 有什么意见相左的地方 没有说是意见相左 刚才您说 就是说这边 这边的状态 就是说好像 挺 挺 挺差的感觉 我感觉 可能怎么说呢 如果说 来这 你也知道 来这边 那个什么过来的人 很多人家说白了 就不管是 合法跟干 说白了 都是来挣钱的 是不哥 你是看在钱的份上 觉得还不错 一部分 可能我比较挨人一点 就是说 钱的事咱俩后说 你跟我说说 你觉得跟国内 你觉得比国内 好的地方都是啥 你说我听听 可能没有那么卷 就是压力不会那么大 就说白了 你也知道 国内那种人家往来 包括什么东西的 对我来说 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我这边没有这方面的 可能压力吧 你既然不是第一天 看我直播的话 那我就是实话是说 我没必要捧着你 我看的少 确确实 你看的少 那我让你感受一下 我是什么唠客风格 我说实话 你要跟我说 跟美国不用人情世故 我就直接回复你 老弟 你跟美国混的狗币不是 我都不用问你干啥的 你跟CT一员 你跟CT一员玩过人情世故吗 因为我这边是帮别人拐房子 出租那种 那被CT后折腾了 也是不清不清的 那这个东西你没办法 我跟那个 我跟那个圣盖博尔CT的Jonathan 我天天 我干那个就是ADO你听过吗 我也做这些东西 对 你干ADO你听过阿里建筑吗 阿里建筑离我这边不远 那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 我不知道 阿里建筑手里面110个地产 100个是我签的 阿里建筑是原来是个 原来是个50万年收入的公司 是我在那一年干2000万 我是阿里建筑CO 因为我之前找那个什么 找阿里还有土豆那些 就是他们报价报了 土豆是什么驴马烂的呀 我在的时候土豆 你问问土豆老板 我在的时候说话 不得一口一个坑格呀 你问我搭理他吗 你给我唠这个坑 你是你见过人情世故吗 你见过我们怎么跟CT 抛人情世故吗 天了 阿里建筑山脚底下 农用地我们给他批成 上住两用 你知道花多钱吗 你知道怎么搞人情世故吗 你跟我说美国不讲人情世故 只能说你行业没卷你 你行业卷你的时候 就逼着你人情世故了 这个可我不否认啊 就是你到一定级别的 肯定要卷人情世故 不是到哪都说白 都是有人 这个我绝对相信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个我 我这个东西只是说 我说了那个 没有人情世故什么 我说的是 可能您 您这种级别了 那人中龙凤了 不是人中龙凤 哥们 我开小餐馆的时候 我在Railer塞开饭店的 我饭店9200尺 叫BC Chinese Cuisine 这8主 那它这么大了 您也是 我9000多尺饭店 你跟我说 我跑卫生证 你说需不需要人情世故 我跑商业许可 你说需不需要人情世故 这个您说的都没错 我可能想跟您沟通什么 是比如说三四线小城市来的人 对于像您说的那种 我在国内 因为我这是我刚刚刚刚刚过来 就是有一对夫妻 人家说实啊 都刚走下过来 就是现在就是我帮 我帮房东管的那些房子 说白了 他们都是人家走下过来的 那在国内 这是哪 是河北 恒水那边的 人家就说说实实在在的 就是说一天在国内挣个200块钱 再然后生活也挑配 因为一家三口嘛 养孩子什么的 就就比较 那个生活成本要高一点 就是说来这边的话 吃喝什么 刚开始住可能贵一点 那吃喝这块的话 那那相对来说 比头两三年肯定难 哥这个您不能否认 头两三年肯定难 但基本上我管家做 基本上在这熬个两三年 咱们不说多好啊 过个普通老百姓小生活 过来肯定是相对来说舒服一点 完了没了 对您说了没有感觉 因为可能在您朋友 在您直播圈的人 就是比较厉害吧 可能是中产 或者年入大几十万 或者说上百万的这种 可能会相对来说多吧 可能我只是想说 一般的底层老百姓 他们可能过来这 你在美国待多少年 你在美国待多久了 我在美国待了十年了 待十年了 来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讲 你说这种过两三年的 可能我知道也不多 我也希望 我告诉你 他和现在新来的 和你当年十年前来的时候 就到美国的 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环境了 这是你是不得不否认 不得不否认的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的 尤其是华人圈 实际上谁能脱离华人圈 你混十年你脱离华人圈了吗 你也没脱离 都是在华人圈混 华人圈突然间增增加的这些 你说走线的这些 我说底层可能不好听 他就是 确实就是底层 来了以后打工 说白了 啥苦都能吃 啥活都能干 认为看在汇率差的份上 他一天去挣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 在洛杉矶现在一天 能挣上200块钱的活是香伯伯 这个活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翘活 就他是个好活 以前的200块钱 咱不用远了说 一年半之前的200块钱一天 可能挑着干 现在的200块钱一天 抢着干 对吧 这有没有 而且 不好意思哥 不好意思 我打断您一下 我说那个200块钱 是在国内挣200人民币 美金也一样 美金现在挣多钱呢 今天说时代话 挣100多块钱 现在就是 将这边 挣100多块钱 你有没有孩子 应该没孩子吧 听你唠着嗑 没孩子 我跟你这么讲 在美国 在洛杉矶 在华人圈里面 养一个孩子 如果他们这些走圈大哥也好 只是家庭也罢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美国 别说 别说说夺人中龙凤 别说经营教育了 就是自己的孩子 别像个傻逼一样 他们希望自己还不像傻逼一样 他也得出去报课外班 这些孩子 一个孩子身上一个月 得花将近2000块钱 1300块钱 那是属于普普通通 报几节游泳课 报几节钢琴课 这都是最普通的了 1300块钱 一个月开销 他们一家三口住 现在洛杉矶租租一个 咱别说 咱别说租三房的 租个两房 一位的公寓 现在一个月多钱 2500最便宜的 最烂的了 这孩子加上公寓钱 就一个月花掉4000 车呢 油呢 保险呢 房租水电 煤气垃圾 手机 你全都加进去了 以后一个月 你先算算 一天挣100来块钱 两口子一起出去干 挣多少钱 挣多少钱 孩子还得上after school 对吧 你两个人口子 谁不能两点半下班 三点钟下班去接孩子 去让他陪孩子家吧 你一个月告诉你 就现在的收入 一个月他养不起孩子 这是这是问题一 问题二 突然间涌进了 这些底层都在争抢最底层的饭碗 装修小工 按摩小工 以及餐馆的杂工 什么刷碗的 洗地的 你说这些都招的是这些人 有高级岗位给他们吗 他们没有 你认为未来两三年 可能会消化得了东西 实际上我告诉你 消化不了 水涨船高 永远这些人 都是在垫底的最底端 你跟你十年前上美国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那个时候 谁随便伸个手 拉你一把 你就不至于太差 现在是你伸手都拉不过来 人太多 你你不了解我 你没看我支付 我伸手拉过多少人呢 什么走线过去 大哥我给车 给号 在我家住 出去送外卖 我都干过这事 知道吗 那个 我知道 那个我能 我能说一下 你说呀 哎哥 首先有点 我就跟您说的是实在在 像一般比如说 那个 盖底高中 就是那个盛盖 我说那个高中 你也知道 就那边 他上去的 不准花钱 而且在这刚来 不花钱 一分不花 对 对 就是说 我只说最现实的 对最现实的那个什么 就是说这帮父母 这是我刚来的 咱就说实在在的 我刚来的 他们孩子 他们就一个要求 别说什么学这些东西了 因为孩子在国内 为什么过来 孩子在国内 就是学习垫垫的 班里可能到处积极 说个实在在 也不指望孩子说能学得多好 至少能把英文学好 这边那个什么 上个那个语言学校 或者那个什么 这边让孩子先把那个什么高中 或什么 先把语言学好了 父母在这说白了 就就就就拿其中一个吧 那大哥是在国内 是开餐馆 就哎 至少后面 能跟别人沟通 孩子没问题 然后像这样的话 他们租 你像公寓也够像 他们别说让他们租公寓 他们有信用吗 你用正解吗 我看到有人说中介 我这也不中介 你们也不用来加我什么东西 我不干这个东西了 我看那顶上好多人 在说什么中介之类 我不干这个东西 你们不用加我 只是在这 在这那个什么 房子我也不租 你们这些 铁的你别幻想 他们家你肯定是骂你 没有人问你业务的 你把你的事说明没得了 感谢Open 对对对 就是那个什么哥 他们这些人讲时代话 只是说 我说时代话 大部分 像您哥 你也不能不承认 大部分底层人 他实在就是混乎饭吃 甚至说狠一点什么 在这我就住个家庭馆 或者说一天 十几块钱 就是你在跟我讨论的 不是你在跟我讨论的 不是就是最底层的生活指南吗 对吧 您能住到两天五的哥哥 那个公寓能住到两千五的 讲时代话 就别说 一家三口带着孩子 去住家庭旅馆去 你先算算账 如果成立的话 一天四十五块钱 一个月是不是也一千五啊 你算算账 对啊哥 您刚才说了 您说得两千五 住公寓两千五 两千五 他一家三口 哥们 一家三口住家庭旅馆 你给我举个例子 哪个家庭旅馆 一家三口 给他长年 成年到位 给住家庭旅馆 你说我听不听 没有 那种 我这边说是常租的 两间屋 常租的都是怎么租的 都是三房 或者四房的 老破爬爬房 你掏一千五出来 别人再掏一千五 三千来块钱租 整套 都是何租 哪有 你还上美国 我说吧 我听他走线大哥 还打算怎么 住多动物别墅 咱别说好的赖的 一九三几年建的 他他妈也得能租起算 有些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这样 就是比如四十吧 夫妻两个男孩子 说白了 就让您说了 这一般都水电都包了 那咱就 一千五百钱能租得到 扯他妈独子 夫妻几口三口人 租两间房子 一千三四百块钱 水电都包 你现在给我找差的 你偷 我给你找人住 我不说一千五了 两千来块钱 肯定能找到 两千来块钱 跟我说的两千 两千五有啥区别 哥们 就是一千八 一千八两千块钱 你这个 一千八两千块钱 房屋后屋改的 车库改的偏差子 一千八两千块钱 包水电 新的呀 全新装修的 新的 不是 是不是 后面车库改 我就问你 是不是后面车库 改的偏差子 哥们 是啊 那不就急 不是伟章改建 跟上回大哥 住车库 一个道理吗 咋的 你住上大洋房 铁 夏天不热 里面你既然是 干这行业 我问你墙里面 insolation多厚的 知不知道 你整个空调 你全天开了 房东给你包水电 你一家三口 一千八百块钱 孩子那句话 盛盖伯你找 我包啊 盛盖伯你找 一千八两千块钱 我不知道孩子多大 但是年龄太 你是三口吗 对不对 一家三口 一千八两千块钱 包水电 给人装个什么 分体空调 现在一月出 一千八百块钱 你上华人资讯网 看看现在 你这要求是多钱的 两千五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比如你一边 两千块钱 两千五 就两千块钱 人家两千五 住公寓不好 住后院改的车库 跟房东走一条道 什么东西 都包嘛 随便全包 行行行 两千块钱 住那个上美国 住车库 住上车库 完了咋的了 不是 是主屋 是主屋那边 主屋 独立的厨房 独立洗手间 独立厨房 独立洗手间 独立进出 在中间再改个偏叉子 把房东从后面走 或者是后面 再租给另外一户 然后呢 您不是说 那个租 基本上 我问你 这个主屋 改出一个偏叉子 然后前面 和后面分开来 一共租四千 和整个屋花 三千五租下来 他自己得找个室友 区别是啥 区别多花五百块钱 他他们还赔了 你那个一两个 你的两千五 什么水电网器 除了水跟垃圾 可能包 电什么东西都不包 您说了 找那种工具了 两千五 他只包垃圾 其他都不包 然后呢 重点是 然后是啥 车要不要供 保险要不要买 俩人一个月 到手挣多钱 挣他们两万美金 我想说 刚来这边 尤其是 那个什么 就在事发超市 那个夏威处那边 不行就能走到 老板也在一边 接着人 干啥活 干啥活 你说活 干啥活 现在啥活招人 装修不招人吗 装修招不招没工卡的 装修招不招没工卡 装修招没工卡的 要不要水电幕会一样 你招过装修工吗 低了俩爪子去 哥们 现在是连工具桶没有 手套都给你献配 一天我给你多钱 你告诉我 那个是我找的是 装修工的 就是一般 一个大哥带着几个小弟 那种 就是分包 干厕所的拆墙的 你知道一天给多钱吗 60块钱包饭 最下面啥不是 60块钱包顿饭 一顿 中午饭 我知道 现在没有那么低的 哥哥 现在怎么要给到 80到100 现在怎么要给到 80到100 我告诉你 60块钱包顿饭 这是丁胖忙 广场开的价 是2月份的价 是今年2月份的价 知道吗 你要不要给你教 我再给你教 我给你教 我给你教俩都行 现在给洛杉矶当建商 现在手里面 正盖子房 我给你抱抱架 咱爬盘到你是哪个建商 我还真需要 我还真需要 需要直接上丁胖行广场 你直接上丁胖行广场 你去大把 60块钱包顿中午饭 我 我真找了 没有啊 哥 咱俩不用酱 咱俩不用酱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有数 咱俩将那干啥 你就80块钱包顿饭也行 咱俩不用酱到20块 80块钱 一个月挣多钱 干30天 比如说80了 我告诉你 啥也不会去的 给80都多给 水电幕至少会一样 130到150 明白 至少会一样 三样全通的200往上 230的贴砖都有 对吧 这个您说没过 对啊 那你啥也不会 你低了手爪 你低了爪 过去手套 我都给你献配 你告诉我 一天你想挣多钱 那您说那个60太夸张 你爱信 你不信 咱就按你说的80 100都行 100吧 100没话说了吧 100一月挣多钱 干30天 30天都有活吗 哥们 30天都有活 挣多钱呢 走线罵娘过去的 限时公卡给你发了 不报税能行吗 不报税 拿什么谈后面身份呢 人家一问你 这两天你干啥的 你钱哪来的 你怎么活着 你带孩子怎么租的房子 你现实怎么住的 这怎么说呀 得不得年底补税呀 懂不懂啊 一月挣3000块钱 你告诉我家庭收入多钱 现实媳妇给家看孩子 不看孩子 孩子送出去 直接一个月1000多块钱 扣外班补 你告诉我剩的钱 从哪出啊 这边 在我高中 我跟你说是高中啊 您说的小孩子 那个什么在 老爷在这包饺子 我这边坐 你们那包饺子 他在按牌来算了 包饺子是按个算的 包饺子是按个算的 那边老板 两分钱一个 包饺子 一个两分钱 五个给一毛 包饺子 各家里面那种 各家里面私底下包的 对就是那样的 然后你告诉我 你能包多少个饺子 一个包 包一个饺子 你用多长时间 一天你能包多少 跟你给我收上 我不知道 这是我租客 自己找了工作 干大整活 没活 因为你不 因为你不接触 他们 现在洛杉矶 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告诉你 前面话 就已经跟你说在这了 突然间涌进了 这一个大批底层 把所有那些 你看似 我告诉你 说原来穿一串羊肉串 给一毛钱 大盛烧烤 那个我跟大盛烧烤 我们我们 我们几个都是长存的 我们都这么 这么些年了 他们原来 定这些 定这些羊肉串 都是个家里 一串带工一毛钱 肉你给 肉他切 明白吧 明白明白 他们一串 就给一毛钱 现在几破头 三串一毛 四串一毛 五串一毛钱 现在 现在五串一毛钱 还在那抢头干 你告诉他 能穿几串 一小时抽八十串 是标准贡 你告诉我 一小时挣多钱 我能问一下 就是说 他们这辈子 一辈子都得 一直穿串 或者说 你看 就是你这种人典型 缺乏想象力 是 他不可能一辈子干这种 比如说 什么契机的情况下 他可以突然间就去送外卖去了 你说一个例子 送外卖是不是比这个 比这个 比干这个工 是不是要 要高级点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送外卖 咱们能不能就是说 说一个烧鱼 你说打餐馆 还是说你说 刚才干装修小工那种 打餐馆 如果好 你看没看见 你看没看见 在丁胖的广场送餐 那可乐 可乐哥 你看见过没有 在丁胖广场 每周六过去送两百来盒盒饭 送的免费发的 看不看见 我偶尔出去丁胖广场 会看到 就是周六 好 你会看到这人 你告诉我 那些找不着工作的人 他们干啥 为啥这个活 他都抢着干 明白吧 还有很多 找不着工作的人 好 你说他们会一辈子干这个吗 他们什么时候契机 能够决定往上走 走到上面 现在是什么样 现在在干嘛 华人在美国 发展了两百多年 哥们 我说不好听的 无非就是最近有 就是说最近十年之内 那个时候是上 赴美生子 生孩子 生多了 完了回头 有赶那买了房子空着的 把房子扔到你手里面 你个老中介公司 帮人家往外租 带收 带收人家月租的 你从中间卡点缝 今天找个装修师 帮人补补墙 明天找个装修师 帮人修修洞 你也就是干这会儿 如果没有这一拨人的话 两百来年的华人 在美国混出几个行业来 餐馆 按摩 装修 外卖 再加上重大麻 还有啥 两百来年混出这几个行业 还有啥 你还没说套现 那个事 你套现 回国人员信用透支 咱们这个令说 我这个行业 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跟你联系 我现在就问你 两百来年 中国人从美国建国之前 修铁路开始 就已经在那了 扎根扎了这么多年 你告诉我 除了我刚才说这几样 还有什么行业 是华人能玩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玩的第一端没问题 我给你举个例子 recycle 做废品回收的 能不能做 能不能申请下来公司 general contractor A license 有没有华人拥有 有没有华人的名字 有general contractor A license 有没有 B license 花四千块钱 可以考 你A license 有没有 你告诉我 华人能玩的行业 都有什么 两百来年 就玩出这五个行业 这五个行业 现在在美国 这些人都奔着去干啥 先送外卖后开卡车 开卡车 现在美国一天规定 最高开十一小时 美国一天最多 好像是开多少 开出五百五十个mail 折他妈mail 算一个月六千块钱 只能黑车疲劳驾驶 一个月能挣上八千 送外卖这活 原来一天狠点干 能挣三百 现在不是周六日 情况下 能挣一百二 就算不错了 是周六日 一百都挣不上 他一个卖能赚到六毛五 你要跟我说 美国卡车 一个mail挣六毛五 我现在就给你 我现在给你拎卡车司机了 洛杉矶卡车司机 洛杉矶卡车公司 我给你拎出来 哥们 别叫板 洛杉矶行行业业 我都有人卖 好吧 五毛 五毛一个mail 我告诉你 那都得是公司 给照顾的好活 你跟我说六毛五 你挑你听过最多的来吗 这是去年挣的 你别闹去年 我就问你现在六毛五 开卡车 email 你给我扔出来 我给你一毛钱回扣 五毛五 你干不干 你现在给我扔出来 江总 我现在就给你找卡车司机 我手里大把的洛杉矶卡车司机 你现在给我扔活出来 来 破车嘚不嘚 就给洛杉矶开卡车 开卡车的 给五毛就好大显配了 给北美开海外舱 看见没有 给纽约开海外舱的 安迪 给平方打字 看见没有五毛一个mail 哥们你什么辞职 你告诉我六毛五 我让你挣一毛五毛五 你能不能给我活 现在降这么低吗 你他妈跟着做梦 我说不好听 你跟着做梦 啥玩意 靠想吗 你了解市场状况吗 你了解市场状况吗 你跟他们将你上来发表了 哥们 我告诉你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是赶上好时候了 你是正好赶上啥 正好赶上赴美生子的那个尾声 留下了很多华人 买房子也好 啥也好 便宜到今天 你今时今日到洛杉矶 就你这两下子 我说不好听 你给丁发广场趴子 你现实是属于你等活的 你现实是属于你 你现实是属于你 就是美国那个时候 疫情的时候 我算是赶上进波 包括玩币 是啊 你玩币玩啥 哥们 你赶上很正常 就说现在还是不是 那个时候 换个角来说 您不否认一下 就挣钱 就让包括您做这个挣钱 也就是这两三年 说起来就起来 这两三年 我告诉你 成就了很多人 也让很多人趴窝了 美国现在的情况 他的这个利息 已经官方利率 美联储干到6 民间贷款利息8.05 你告诉我 他们的机会在哪 就现在我不吹牛逼 刚才你说这种打工的人 我送他一套 100万美金的房子 你告诉他 能不能恭喜 30万投款 我给他交 你告诉我能不能恭喜 8.05%的利息 一年一个月 一个月要还多少利息 知道吗 房屋保险要花多少钱 你这不是专业的吗 对不对 按8.05利息算的话 他一年光利息钱 再加上本金钱 他一月还多少 还他们6000块钱 再算上1.1的地税 再算上房屋保险 你告一告 我要花多少钱 所以说现在都在 本来想等6月份 米联储能放水吗 放鸡毛水 放水 他拿啥放水 哥们 他经济好起来了 他放水 你一个在美国炒币的人 你不了解经济吗 他拿什么放水 现在说白了 现在物价还没涨风了 如果米联储利率再往下跌 要是往下跌的话 利率 那后面物价都得涨得更凶 就是这样 往下跌涨得更凶 那利率如果要跌 往下跌只能涨房价 哥们 你这十年你混蛋 我说不好听 你要说你买币 你买币挣着了 你肯定是跟你身边朋友买的 你确实不太懂 买币我确实更好 我是挣着房价 你确实是不太懂 房屋市场19年到23年 中间增长了40%个点 从65万的中位数 现在涨到97万 利率从2.99涨到了8.05 尤其华人去这边 翻了一翻都看 你别说翻了一圈了 涨了40% 利息从2.99涨到8.05 你告诉我 这些后续的人希望在哪 你说 希望在哪 你知道原来送外卖 一天挣300 现在一天挣120 你告诉他希望在哪 原来开卡车 一月一万五 现在开卡车 一月七千 你告诉我希望在哪 哥哥 那我能问一下 他怎么比的 不是说 你不能说拿 50年前跟现在比 我说的比的是 比在跟国内比 在跟国内比 我告诉你 好 咱们美国讲通了 我跟你讲讲国内 您说 我跟你讲讲国内 国内在上海 如果他两口子 能吃美国吃的 那个苦 咱得将来同等基础上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你拿国内小城市 跟洛杉矶比 洛杉矶是美国 数一数二GDP的地方 对不对 你拿国内 得是北上广深 否则的话 这些人该去 萨克曼特 对吧 你要拿北上广深 比的话 哥们 你知道北上广深 送外卖的一月多少钱吗 你知道北上广深 开网约车 一月多少钱吗 你知道是什么 生活质量吗 咱们到最后 得落到生活质量上吗 你别折合人民币 你别跟我说 落到最后 你跟我说 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你跟美国 上饭店 喝瓶可乐多少钱 那哥 我打断你一下 就是说 他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 我来这边 就是小铁 如果他们去那种大城市 去打工 过去那个什么 攒不着太多钱 可能来美国 你攒下的钱 在哪攒下的 你给我举个例子 就刚才那个情况 一家三口的 你怎么攒的钱 你跟我说 你一月挣多少钱 你花多少钱 你怎么攒的 我听听 攒多少 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夫妻两个 你还是那两个 为啥刚才 我刚才前面 我是不是说 头两到三年 是最难熬的 两到三年之后 一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夫妻俩 一个月挣个万本块钱 不过分 一万多块钱 不过分 到手一万 还是税前一万 你也知道 这边合理报税 包括那边 没有几个 是把税报了 你别拿你那套 跟人家玩 哥们 人家他妈是走线大哥 走线大哥 设案号给你发了 税号给你发了 年底收入 你说我收入 三千五百块钱 你问问他们敢不敢 你问问他们敢不敢 你咋活的 你房租多少钱 一个月 你收的都是现金 是啊 你收的现金 你难道说没收入吗 我就这么问你 咱俩现在模拟一下 来 咱俩现在模拟一下 我现在是移民局 我现在邀请你 在今年回来面谈了 你已经在美国待了一年了 不是 你待了一年半了 我给你发了 发了这个公卡 我已经给你发了一年了 我现在回来 我问你个问题 你最近在美国怎么生活的 你说 什么这么说 就是打工啊 打工 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个月挣一两千 不过分吗 跟他报一两千 不过分吗 好没问题 报一两千 你的房租多少钱 好你的房租多少钱 我房租几百块钱 你房租几百块钱 然后你的那个加油呢 你吃喝呢 我吃喝 我没有了 我自己在家做饭 好没问题 你报一两千 你报收入一两千 省这一两千 省这一两千 没报税的这个东西 你能省多少钱 你知道吗 是从这出吗 您说能省多少钱 我 能省多少钱 就是你报一两千 你省一两千 对不对 你就是省个一 你一半收入是报税的 一半收入是不报税的 不就玩传统bug吗 对不对 就现在我问你 你能省下多少钱 你问问走线大哥 他敢不敢冒这个险 走线大哥 宁可全报 你因为你省四百块钱而已 咱们别落干按摩 你这东西反复在横跳 哥们 咱说的是有家庭还没家庭的 有家庭干肌毛按摩 怎么干按摩 不过了日子 我这儿认识的男的干装修 女的干按摩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 哪年去的 说吧 哪年去的 什么时候去的 很重点 就这几年来的呀 就这几年是哪几年 19年去的跟现在去的 就能一样吗 我告诉你 截止到2022年年底去的 到现在都是都 完全可以说天跟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就这么简单 现在的情况就是摆在这 疫情之后和疫情之前 它就不是一个地方 你在说啥 您告诉我 如果说一个你说 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什么小地方 你说三四县长 他是去北京上海 能挣钱挣得多呢 还是说来路然基里边 你要论盛的话 你要论盛的话 实际上 我说你从嘴里往出抠 过的人不人 狗不狗的日子 我说不好听 那周末再去领个救济粮 你要论盛的话 绝对美国胜得多 绝对是 确实美国胜得多 然后呢 然后呢 那对于小百姓 好路费多钱 那你这么愿意 算账路费多钱 一家三口路费多钱 路费大概 你看看你选择怎么走 一个人几万到十万 都不等了 这个东西你 你又懂了 你又认识 杰森罗了 什么杰森罗 你连洛杉矶本地舌头 你都不认识 你跟我唠路费 几万块钱到十万块钱 现在打底十二万五 几多都他妈打内战了 哥们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墨西哥 墨西哥周边买 墨西哥周边 从提花达买官多钱 你知道吗 好像几千米金吧 你那你告诉我几万块钱 咋算呢 几千美金拿啥出啊 拿啥出中间利润呢 中间利润咋算呢 值不值得啊 一百的活收三百 我可以告诉你 一比三收 几千美金 那他妈多钱了 到他们走不过十万 能过来了吗 一家三口花多钱呢 那哥就按您说了 按您 花二十三十万 对吧 能过来了 讲这也是那个什么 那花二十三十万 那您告诉我 就是说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那我就在这 在这攒钱 我把那个钱攒过来 那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攒呢 你攒多久能攒出来 那你说说吧 你现在攒多钱了 哥们 你不是打工的 你是炒币的 你是高级金融分子 你跟我介绍介绍 他说他们去的攒多钱了 你也不用过带包 我回来也不是说 给您就是 你就是抬杠 你就是抬杠 我告诉你了 就是现在的 现在的生存环境 首先啥呢 挣钱基本上 只能挣原来一半的钱 原来装修工 一个月只要肯干 挣六七千没问题 挣不上六七千的装修工 都得是啥 喝大酒的 那您让那些 现在在三四县城市 呆着这些人 他们怎么办 三四县呆着城市 有三四县的物价 哥们 三四县呆着城市 有爹妈 人家爹妈得管 不是爹妈 闭眼就不管了 你说这些走线大哥 现实爹妈死 他能回来吗 农村的人也农村 活着 你那么说 都他妈出击 你知道中国多少亿农民吗 有几个杀逼走过 你觉得 你觉得你在底层发声 我他妈都不愿意跟你 唠家国东西 帖子你过去骂娘 你知道吗 你得说中国政府迫害你 否则你怎么留 你怎么翻那个 逼仰大枪 我都不乐意说 帖子你现实 他妈是农民 你农民出身 你不懂 很正常 你不得说中国政府迫害你们 要不你拿鸡毛当难民呢 不是 就没有投资移民了 投资移民 花800万投资移民 上那他们阿B 省他们一月两千块钱 你有病吗 你啊 你闹什么 我花800万投资移民 现在等四年 800万投资移民 等四年 我上美国 是去挣他妈的这个 送外卖去 我他妈有病 我扔银行里面 一年不拿20万 我就不能是投资移民了 不是 你可以是投资移民 我投资投多少钱 现在投800万 哥们 谁傻逼投资移民 EB5 整个去年中国人申请了 多少个名额 你知道吗 投资移民 我操你张嘴就来 投资移民 EB5 去年多少个名额 你知道吗 洛杉矶 整个美国 连纽约算是EB5 又折了多少公司 你知道吗 包括 你发现 我说的只是说我自己 我说的不是说别人 或者那个什么 然后您这说了 说我是那个什么 政治庇护或这样那样 我没说你政治庇护 我说你这些走线大哥 过去都得骂你啊 哥们 你看底下所有人都那个什么 你管底下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你跟底下降一会啊 你妈比直播间这么多人 你跟直播间怎么降 你跟我说就得了吧 要我给你五分钟 你跟他降 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还是 我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 哥 我能问一下 如果站在你那角度 那底下 我跟你说 小地方有钱了 也多了去了 我说的是 小地方真的混得不行了 孩子学习也不好 您让他们这帮人怎么办 我跟你这么实话说 祖祖辈辈都这么过的 学习好的永远都是少数 你说过的不好 或者小地方挣不了多少钱 实际上 我这么跟你说 想挣钱可以去大城市 你要觉得大城市不行 直接去国外 也不能说不是一条道 但是啥呢 现在多了一条道 是走着去这条道 没有走着去这条道之前 他们连想都不会想 为啥 签证资质不符 投资移民八百万 拿不出来 优秀人才 他不配 明白吧 没有这条道 现在走着去 仿佛是一条道 这帮BY给国内出去之前 通通都掠口子 给国内口子先掠满 掠满了以后属于啥 孤注一掷去 孤注一掷去 对吧 我把所有的身家全都掠上 我孩子能借的网贷 我都借上 然后全家三口 一起到美国去 到了美国以后 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他还能回头了不 他能不能回头 他父母走了以后 他妈 他爸妈说 不行了 我先挪出去 我快死 你就死家里吧 回不去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些人为什么去的 这些人为什么去美国 我说这话可能不好听 咱们互相之间 可能超不过 两个朋友 三个朋友 都能认识 我告诉你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对 咱们之间超过几个朋友 咱俩就观点 论观点 你别论我说话 怎么说 他们为什么去美国 好 他们为什么去的美国 因为你这种傻逼片的 让你这种傻逼片的 你在说的东西 通通都说的什么 说的是那种 混的中等偏上的 你就在美国经济好的时候 疫情之前的时候 你说的那些人 也是中等偏上的 你见没见过混的 差的 一天喝点啤酒 不喝不行 装修大哥 一个月只能看15天班 必须上一天 休一天 明天必须喝点啤酒 为啥 除去干活 就是200来块 今天上 明天就不上 明天上 后天就不上 就这种人 他是赚不着钱的 什么样的人 我这么问你 一个非常合理的道理 如果他在国内 是人中龙凤 别管学习好坏 能力也好 什么也好 他如果是人中龙凤的话 他会考虑 撸带上美国去吗 不是 我告诉你 去美国的人 一定是狗逼不使 就现在 我说走着去的 这种人别来 真的 这种人 他妈真别来 你别说别来 哥们 我告诉你 现在就是这样 你看现在去美国 这些的 你一问 大哥你给国内干啥的 我给国内开理发店的 我给国内开饭店的 就国内 现在这个经济 开理发店也好 开饭店也好 哪个挣着钱的 会选择走线上美国去 他一定是被时代 甩在地上的拟点子 他狗逼不适 他跟本地小县城 开个理发店 都没人找他剪头 但这种人 他认为他到美国了以后 他开个店也好 怎么着也好 他就有竞争力了 首先这是第一点误区 第二点 他为什么能认为 他到美国去挣钱 就是像你这种人 告诉他多了 为啥 你跟他讲的是中等偏上 甚至是中等 你首先得把最底线的人 说出来 为啥 他们很有可能 就是最底层那种 他们很有可能 就是混得最差的那种 为啥他在国内 混得狗逼不适 你相信他到美国 能好起来呢 他在国内 混得狗逼不适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到美国了以后 就是我说那种 接日盛展明日盛展 你看过那个卡西诺 你看过赌场 现实五号卡西诺 怎么在丁胖广场拉人吗 拉人头 一人给二十块筹码 去了以后 大哥有一半像傻逼 把自己借那个贷 直接换成美金 跟着投资了 开始投资了 跟着玩上了 每天最大八百千封底 他们那个盘不收水 这边开四把红 他就叫一把黑 赌的是几率 下把不行 再下把黑 直接double all in 指定能赢一把 这帮傻逼都跟着玩上这玩意 你问他们懂吗 他们现实都去玩上这东西 为啥他们会玩 你想象不到 这你他妈傻吗 你来了不是做工的吗 你干这会儿 他们如果不是傻的话 就不会走下去 就这么简单 那我说真的 他们这边跟跑去缅甸 那边 是啊 好 那我说不好听 一大帮傻逼去了以后 你告诉我两三年之后 他拿什么起来 现在第一波走线的 距离现在 距离现在此时此刻 已经过去两年 都快三年时间了 第一波走线的 当时赶上了时代尾声 招人正好的时候 疫情刚过的时候 刷碗3800块钱 供吃供住 招不着 招了跟DA一样供的 现在2800 1800都他妈有人干 对不对 他们赶上时代尾声 现在去的人 他们干嘛呀 他们跟那挂着 没有活 我告诉你 同样是垃圾 垃圾还分369等 369等里面靠好的 他垃圾能出去 找点活干 硬着头皮 干不好 他知道找活 现在跟那天天挂着的不多吗 领不好就吃饭 就吃救济粮去吧 往那个床上一躺 对不对 葛地上 葛地上直接支个纸壳的 躺钉胖的广场 晚上去溜达溜达看看去 你现实葛珞 你不能自己走走转着吗 这帮人都没有想好 自己要来 你不把 你不了解清楚 你过来干个毛 好了 好了 你了解清楚 我这么告诉你 如果他把装修搞明白了 比如说 去之前 我到美国 我当个木匠 木工这块 我啪啪 我都颜就明白了 颜就明白了 可国内活不断 一天六百块钱 现场执招 可国内 不用出去当难民 不用花那个 避养路费 你爹妈闭眼的时候 有病了 你该回家照顾 回家照顾去 扯那干啥呀 他但凡能把一项 他能把一项技术练好 他就不至于混到今天要走线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可能我遇到 遇到工人 还是师傅 没有像您说的这么傻逼 你遇到的工人 师傅 干多长时间 这就是重点 干多长时间 我爸也干装修的 我爸干他们20年 快30年了 就少做也干一两年了 干一两年了 就今时今日截止 那不还是他妈的疫情之后第一波吗 不还是疫情之后第一波吗 你要看现在是什么样啊 从大规模走线那些人到了以后 他们通通的都是这种想法 装修也罢 卖力气卸货也罢 卸货柜也罢 包括上山去送大麻都行 干啥都可以 只要能满足啥 只要能满足 把前期这个混工卡的时间满足活下来 不拿家里钱 拿下来工卡以后 手里面能攒点的情况下 再买一辆二手车 五六千块钱 出去送外卖去 想这个事的时候 送外卖的狠的人 一个月能挣八千 干这个事的人 现在一个月只能挣五千 房租变贵了 啥都变贵 利息也变高了 所有东西都变贵 但他挣的钱基本上夭折了 为啥 突然间进来的人 导致整个他们 他根本接不了单 你知道洛杉矶 这些二手车都卖给谁了 你知道洛杉矶 突然间涌进了多少司机 你知不知道 在美国互联网上 注册账号 注册Dolldash Uber的账号 在外州 人家直接帮你注册 占个地理 地理位置优势 一次二百刀 一天能 他妈挣两千多美金 帮你注册账号 坑新来的行 新来的注册个B仰账号 完回头直接上洛杉矶 本地去开 一下凭空多出800多个司机 你知道洛杉矶 那点逼地方 多800个司机 帕特迪纳 塞100多个 你告诉我 那大家还能接吗 你还能接上火吗 现在120块钱算大火了 周六周日 外卖选择休息 你了解行业吗 周六周日外卖休息的原因是啥 因为周六周日 美国本地人 还得出来接接外卖了 现实活的挺难 什么墨西哥的 什么越南的 人家周六周日 也还得出来干活了 送外卖的 周六周日 混双双修了 不混双修 一天征60 混双双修 修两天 平时一天征120 收单 你要干不好的话 就征100 一天 油钱一刨还剩啥 房租一刨还剩啥 你告诉我 我说真的 没想到您说的这么难 因为我周围的 我可能是我那个什么 我这边 我可能我局下什么 但是 你认识几个人 哥们 我说不好听 你认识几个人 没有说 那么惨 包括那种 你看 就是刚才你说 来打工走下 他们也就是大概 两星期吧 有把活给找到了 然后那个什么 那好 丁胖广场挂的全 他们是演员 丁胖广场挂的全 他们是演员 跟丁胖广场 大包小螺 全是演员 为了演绎 美国不好的 现实是生活教育的 那我当时 然后当时我看着 咱他妈说的 还是洛杉矶 你看看 你看看法拉盛 你看看法拉盛 银行门脑子里面 睡觉的那些 都是演员 这个不用说 哥 我们不是说 过来故意 跟你谈过 但是那个时候 当时我看到 就觉得 工作你不管是 洛杉矶 华盛资讯论坛 找活 包括那个什么 你还给我 落上资讯论坛 找活 哥们168软件 都他妈挤爆了 还论坛 找活 168的上面 都抢破头了 职业介绍所 都告诉168 职业介绍所 现在都倒给钱 给168上面商家 你把广告下了 我给你100块钱 这边找上活的以后 我给你免费介绍俩人 都他妈 职业介绍所 都玩上这活了 上哪这活去 你自己下个 你现在滴了手机 我等你 你现在下个168 看看啥样 去问 去问孙姐 现在职业介绍所 一天能介绍多少个活 你也认识孙姐 是吧 你去问问 我饭店 给这招多少时间人 你去问问 你问问 现在一天能介绍多少个活 你去那个 丁胖广场 旁边 孙姐 那个介绍所 你再去阳光职业 介绍所 你上人家门口 蹲一会儿 你看看 有多少大哥 给这等牌活 你跟我说 来了以后 都他妈挣上钱了 跟哪呢 你不存在这扯淡的吗 哥们 那卡车都卷的 现在一位上四千了 你他妈还得 都过两年 都能过上小康日子 过他妈啥小康日子 过去以后 就在你下面租房子 便宜你了 除了你他妈谁也肥不了 就这么简单 你现实你要开外卖的 你要现在干装修的 以前那个送外卖的 天天出了吹牛逼 啊 跟美国送外卖的 一天两百块 你现在还能不能找 这种主播了 天天吹牛逼 吹完了以后 人去捡几行 一天一百二挣不上了 研究转活吧 送外卖的 一周还得跑趟北加州 干啥去 送大麻 就这么简单 我活着告诉你 这个活没干 所以说我不开杠 因为您给我说 有东西 我确实没有深入了解过 所以说我不给您开杠 这个东西您说的没错 你说的没错的 一个地方在哪 在这帮留下的人 中上等 能过上你说的那种生活 而且是以前 现在中上等 也就是勉强混个温饱 中下等 通通当挂笔 你说的话 只说中等往上 你不说中等以下 你至少一半没说 因为我说哥 我说的不是说的 我当时可能 我的那个一开始想法是什么 是那些小地方人 就是你混了好了 你县城也有守护 我只是说 真的再混不下去了 可能他们去那个是北京上海 好那我再跟你聊聊吧 经济情况 经济情况 我觉得你知道的不多 没有必要 你自己多去睁眼 去看看去 我再跟你聊聊 我再跟你聊聊 中国人 往美国走线 这他妈是条合法渠道吗 我问你 肯定不是啊 这个东西 我不否认这个东西 说白了 就是为了挣钱 你就为了挣钱 怎么着 你天经地义了 你天经地义了 你挣钱 你可以骂 合理 一个人骂 没所谓 十个人骂 没所谓 天你知道这两年 走线走过多什么 哪个不骂他 移民间能往处放啊 你跟走线打过交道吗 啊 走线的人 你打过交道吗 那哥 我刚刚跟你说 就是走线 你领家住过没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领家住过 现实感受过什么 叫编96吗 你要没感受过 不行翻翻我作品去 翻翻我还在美国 没回国 是不是作品 你去翻翻去看看去 老弟我运气好 我遇到了都素质 都还挺高 啊行 你遇到运气好 只能说我运气好 你给人介绍几个工作呀 你给走线大哥 安排了几个活啊 都挣多钱呢 你安排过几个走线大哥呀 不是 我不用给别人介绍过 我只是租的房子呀 我又不是让他那个 你就说白了 你就挣他钱 你当然说好了 我这么说最难听的 你就他妈为你买卖呀 好租你房子 没事啊 没身份的 你缺点这少点那 他不告你 不给你扯那出 不给你脱房租啊 不给你打官司 不让你整18个月 一定不让你整18个月 往处驱逐 他不给你扯呀 他妈走线大哥好捏过 我这么说 对吧 人都素质很高的呀 后院子 人也不说 哎 那个什么 你看后面 人都素质很高的 咱就算 咱远了不说 那个 肉丝人在美国 把房子作为走线大哥 走线大哥给充气床垫 都他妈顺走了 给他妈 充气床垫都顺走了 走线大哥素质都很高的 走线大哥 为啥走线 你知不知道啊 那个什么哥 你要是这么说话 我也不给你打架 只能说我租 给租客人 或者 你租 你租那租客也现实没问题 瑶瑶你见过吗 知不知道谁叫瑶瑶啊 你租给瑶瑶 你把房子租给瑶瑶 你把瑶瑶接家去 给丁庞房网长呆 你就喊贼瑶 你把瑶瑶接你家住去 去上网上查 一会儿大家走出 你查查瑶瑶 妈 送他们一大盒寿司 我还给人一百块零花钱 当天晚上直接骂我 直接骂我 侮辱他人格了 我上次把一百还我 不还 现实住人家家里面 住到人家家里面 个人 个人家里面住的 整个屋里面 人家老板住的那么几个员工 个人住的 活不干 人不搬 整的员工全都 老板合约退了 房东人来了 他都忘除搬 警察来了 他都忘除搬 在里面混了四个月 人家人强制驱逐出来了 哥他妈丁庞广场挂着 叫瑶瑶 你去查查去啊 你碰都好的没坏人 你现在就拥护一个瑶瑶 多少房东都不租给 我都不租给走线大哥 你现在 我说白了 你帮人打理生意的 明天给你赶上俩 不用多 俩不交房租的 大哥这边还得还月供 我看你怎么交代 不用多 你赶上俩 你活你都得丢 你活都得没 就不交 你去赶去吧 你申请驱逐 走下RV County 你看18个月之内 这我们都现场 我们都 所有人都是现场看着的 纠阵雀巢 摇葛那屋里面 还跟我拉 直播还跟我连麦呢 啊 投鹰啊 鹰啊 跪啊 跪也不是的他 我操 你看到的 你看狂的鼻子吗 你没见着就没有 在现场 你看看 你看看屏幕 我现场直播连的 真的吗 人子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你去查查 我只能这么说 你接触的还少 你手里多少套房子 几十套吧 几十套房子 二来套 二来套 二十来套的房子 二十来套的中介 中介管理中心 你现在多少套空余的 我听听 多少套没租出去的 我现在都租出去 我是常租的 都是年轻 有些在我这 就是最长了 租了四五年了 说白了 老早都租 现在空出的 你接触过多少 我就这么问你 你接触过多少新来的 接触的话差不多 就是刚 就是就说 今年了 就说今年 大概有个七八套 有个七八套 一会儿不交房租都没有 真都没有 真都没有 谁劝你谁是狗呢 行行行 你很快就能 就能让走 走过来大哥给你上一课了 你很快就能让 走过来大哥给你上一课 七八套 基本上我这边大部分了 我跟您讲 就是说 走下来好不好 那个什么 就是我感觉人不对 或者那个 就直接就不出头了 大部分是在这 不是 你不说 你不说大部分都没问题 怎么还感觉人不对的呢 怎么还有人不对的意义 大部分都没问题 还有人不对的 那说话那种 扯着少门了 或者那个 说白了你也挑 那肯定都挑了 不可能说 啥人不都进 挑完了 我跟你这么说 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房屋法里面 加州可以没冷气 不可以没暖气 他们如果房子里面 缺少什么条件 包括他们现在 此时此刻租的空间 租的空间 如果不是living space 他可以给你申请索赔 他所有的房租 然后跟你扯关 18个月之后 你才能赶他 他们还不知道 这些条例呢 要明天我给你普及一下 让你感受一下 行业包装 我还我 我真不懂这个东西 你你你你你 你现实个洛杉矶租房子 你不到 你不知道 加州房屋法 租房法律 你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没说 您说的这么细 我确实不知道 我告诉你细节了 洛杉矶没有没有冷气合法 没有暖气不合法 你有几个房子有暖气空调 他住的空间 如果此时此时在此时此刻是车库 或者是包括门前的派对我让他包起来了 他他这个租的空间里包含这部分 只要不是living space 只要你的房租存在违法改建 包括一堵墙 封起来 他住的地方不是合法的living space 他都可以告你 要求你退回所有他交过的房租 同时18个月之内 你不得将他驱逐出去 听懂了吗 你要连这都不懂 你还干中介 你还往出租房上帖子 你他妈眼看就是没吃过亏 我明天给你普及一下 让你下月四五户的收不上房租 你还他妈叫我 你连这都不到 你还给人家啥呢 那只能说我运气真的好 运气真的好 回头等你不好的时候 再找我连麦吧 不行 你到时候再问我怎么办吗 问我 你到时候再问我 这些大哥应该怎么争死他们 那拉到提花 那多钱一个人头 能给他们埋了 你现实狗逼不到 你别说走线大哥了 现实狗乱安基本地车 房屋官司都多少人呢 ADU为什么兴得起来 你知道吗 有多少人私自把车库改了 然后网出租 租他们两年 一个月本身就不贵 租他们两千块钱 租两年 让把两万四全退回来 两万四千年的全退回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这违法改建的 一说他们哪值得的 华人咨询网不急的 你连这都不知道 ADU为什么 AU为什么在华人区 他能做得起来 尤其是车库改建 为什么能做得起来 这你都知道了吧 车库我都装修好了 为什么要申请个合法license呢 那么多家里面车库 华人 尤其圣盖博这个区域 后面车库偷偷改建的 不在少数吧 实话实说 这你自己应该知道吧 很多 有几个有license 你知道吗 没license 两个被告了 全程都在申请license 我们天天接着看工地 一进门 车库地面多高 外面地面就多高 同样高的 加州住房最低标准 要高于地面六英寸 地面都没找平 里面直接改成房子了 你问他申请 利宾斯贝斯能申请下来吗 申请合法执照 能申请下来吗 装修完了以后 得给他拆了 重新再盖 重新申请 一个他花三五千 直接改装的装修 得到我们这 得他妈花六七万 我拿啥挣钱 连基本法律都不懂 我他妈多了 不用给你拿两条 告诉你房客 直接告房东的 你还敢不敢租 这就是人家的法律 牛逼吧 有钱的人 在那肯定是受维护的 穷人 在这也是扯犊子的 那他妈的 穷人能给你扯犊子 有钱人的挣钱 钱他妈谁掏了 损失谁赔了 谁掏损失啊 房子是我买的 我投资的 我被维护了 完了回头 那个房客 房客是那个 保护 保护这些房客 完了让他住十八个月 你不能驱逐 那钱谁掏 你掏 谁掏 你租的吗 你选的吗 哥给你学到东西 谢谢你 我给你学到东西 你不用学到东西 你回头就好好了解 加州房屋 租房法律 包括你后 你后屋车库改建的那些东西 在里面 他是人没事 我说报 听的 你的洗澡 你洗澡的那个池子 他哥里面 这笔笨手拉脚 骷髅摔倒了 都是你的事 跟你扯过干 官司的吗 没有防滑垫 没有什么 那个安全拉手 那都是都是你 你这钱挣的 就是中国人好骗 我这么告诉你 你这中国人好骗 你是一点没接触过 你可是 你一个美国带十年 你这什么手里面二十来套 你是一户老外都没租过 你租过老沫 试试 让老沫教教你做人 中国走线大哥 进去的时候 人钱哥们 谢了兄弟们 谢了兄弟 这是滴水之人 涌全难忘 明天不给你防住 看你咋的 让你感受个摇摇 看你咋的 你是啥 你也不知道 你这纯属于 对我运气好吗 运气好 我建议你 看见 有没有混的好的 有 我说实话 像那个谁 小宝 小宝什么 也是走去的 小宝混的咋样 小宝当上 开上搬家公司 一月不挣一万刀吗 没问题 自己一个人挣一万刀 有几个小宝 这是重点 走过去多少人 有几个小宝 讲是连要饭的 也只能有一个而已 其他要饭的 都活不了 有几个小宝 你拿一个小宝 去告诉所有人 走过去都可以那样吗 都能正是一万刀吗 这就是你说话的问题所在 你说的是那种 具有代表性 过去的以后屌丝逆袭 有没有这种人 有的 但别他妈拿少数当普遍 大多数去的一些驴马烂的 全都是因为 隔家混不下去 剪头剪头不行 饭店饭店不行 装修装修不行 狗逼不是 他第一个脑挖去 你问他会不会 他说会 你让他一上手干 狗逼不是 咋办 开除吗 今天开除 明天直接举报你黑老板 你见过 那你去看看新闻 那哥 你要这样 那只能说 我今天 先确实跟你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 那我只能说 我这几年 我运气好 在这待着 只能说我运气好 你运气好 你再做做吧 别觉得 别觉得你运气好 我没碰着 你再去 你再做做 你再做做 反正那些都是 我给你个时间节点 我给你个时间节点 你还能牛逼 一年 你就现在偶尔有两个 你还能牛逼一年 2026年 美加末世界杯 一开了以后 中国人签 签美国 直飞过去看世界杯 连拒签的理由都没有 都是直接飞过去 连走线都不用走了 直接飞过去 到时候去的光 往那一头一扎的 你看到时候有多少 你看到时候你赶上 以后你咋说 你去感受感受 各国内 各国内我们正经工作 公务员去的 不给你方租 咋的 你还能牛逼一年 别着急 你等美加末世界杯 开了以后 你再看看 感受一下 什么叫人山人海 那我都穿到房东 把房东都卖了 我一点不随牛逼 你的20套 现在能卖出两套 你都算牛逼 805的市场的一起 你往处卖 我听听你能卖多少 降价自砍10% 你认房东认不认 我说句实在话 我可能让他们 不管那边 属于哪一边 要么在歪里上 要么在garry上 就是不行 能走到那边 大概10分钟 那人能一共有几套房子 那给garry上面 garry跟garfield 交汇那条街 旁边什么jackson上面 比房子卖80万 1940几年房子卖80万 6000尺的地 1200尺房卖80万 哥现在飙到100多 哥真的 现在飙到100多 有人买 有成交量吗 问问 那就是现在有没有成交量 他卖出去了 我操 真的是 破了根根 根数啊 真的是 我前天也去看房 就是真的 破裂了 我操 那破的 简直都 1940几年的房子 1980几年翻修 翻修了一次 2020年刷过一次油漆 我操 那B仰房子 那都快让白蚁都咬没了 6尺的地桩子 咬成4尺的 一圈都没 咬他们圆户了 卖80万 当时 当时我们 我们投资客户说 这个买了 他后面建个ADU 我现在鸡毛ADU 前什么屋都拆了 那现实的房子 炒成啥样 那房子卖100万 就是啊 我操 就没天理啊 你网出卖 你看有没有人买 你网出卖 你看有没有人买 重点吗 开松里 ZLO上面 我能看见房屋交易 对 就是ZLO上面 对啊 我能看见房屋交易 到最后卖到108万 现在房屋 房屋月交易量多少啊 他现在不管 他那附近的出了房子 他就卖这个价了 不是 你就卖这个价 是市场价值 根据经济定的 因为他涨息 因为他涨息 因为他通胀 房子不是因为 稀缺涨的价 美国最近方 你操 我连这都 我他妈给你普及 我在 我在阿里建筑 我给那些市场上 所有的什么 什么千万经济 这个建筑公司 那建筑公司 我给他们开 下面开会的时候 跟屋里面开会 我在上面做演讲的时候 我跟你讲讲 我讲的是啥 美国近三年 房子涨价 不是因为物品的稀缺性 房屋交易市场 每天都有房子往出出 每天都有新的小区开发 房屋真正涨价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的经济通胀问题 明白吧 他涨在40%里面 有30%几个点 是因为钱不值钱了 原本 不是放水的问题 你原本兜里面 100万 现在只值70万 物价通胀 原本60万房子 现在值100万 那你原来兜里面 100万 现在就只当60万花 是因为这个问题涨的价 哥们 他为什么房 房屋拼命往上涨 2.99%的利息 和8.05%的利息 中间差多少 差一个月 3000块钱的月共款 谁都会算这个账 他宁可房价 什么加价 那个时候 2021年的时候 22年的时候 房屋宁可加价 10万 100万的房子 加价买 加价10万买 他宁可加 加10万本金 他也愿意赶在 2.99的利息 他回头 8.05的利息 你告诉他拿什么交易 8.05的利息 如果要是像投资房的那种 投资房第二套开始 30%首付 70万贷款 每年805%的利息 一年光利息钱 5万6 你告诉大哥 光利息钱 能不能赚出来 本金拿鸡毛环 水电没戏瓦斯 拿什么套 吃什么喝什么 困得好的人 怎么买房 买不上房 同样赶那租房住 一个月2000两块 一年交2万多的房租 他挣多钱 哥们 我能问一下 如果说美联储 他要降息 他拿鸡毛降 他拿啥降 他通货膨胀问题解决了 他超发问题解决了 他降 你炒壁人不懂经济 超发问题解决了 外面还要干账 今天胡塞 明日伊朗的光光 往处 往处扔钱 后日乌克兰 一扔扔 几千个亿 都按万亿级别 算美金军费 你告诉他 拿点酱 从哪掏着钱 从你那一月房租里面 2000往处掏吗 从哪掏着钱啊 谈上美联储了 哥们 他现在建立一支 利息一支往上涨 他的官方利息涨到7 你要讨论美国国运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美国官方利息涨到7 国家就崩盘 听懂了吗 好怎么办 好怎么办 来我先是给你晓证 我给你晓证 哥 那我能问一下 如果 睁眼 你看屏幕 好怎么办 说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 您说 打 打别人家 把油钱 把原油钱 进货不花钱 把油 打他们 打一打 害怕的把钱都存我这来 我牛逼 所以把钱往我这存 天下大乱 美金 美金等于黄金 我放出美联储 美联储6.5%的利息 一年你存100万 在这我给你6万5 还投鸡毛子 谁家年花到5%都超高兴了 存钱给人 存人银行 给他们6.5 他给外面光光打 你不害怕吗 打不就完了吗 好 打不过咋办 我问你 现在我现在 我再给你两面证 打不过咋办 现在说 打不过咋办 那大清朝那个 打不过那就大清朝了 打不过 大清朝 打不过 回归 现在不是联邦国家 打不过 回归 他们那个 安邦制 加州是国家 德克萨斯是国家 打不过回 打解体了就 打不过就解体了 你他妈租房 你还 你还怎么走线大哥 回头 他妈德州上加州 都得签证大哥 到这过 小康是两年三年 你他妈现在能过 你现在能过两年三年 再说吧哥们 打就对 打赢联邦 打败 打败了就 他妈就败帮了 就败靶子了 打输了 就是美国就不是50个州 打输了美国50个国家 就崩盘了 我投资完二十套房子 天啊 你是他妈 啥你也不知道 你是啥啥都不知道 那老百姓咱都倒霉 你就是这样 老百姓都倒霉 是啊 牛逼的 是啊 是啊 我自认聪明 我自认聪明 我认为聪明都跑了 聪明的感受国内的日出 都他妈到上海了 说他个屁话 这聪明的就走呗 那可能跟他耗啥 光光涨价 拿他妈啥挣钱呢 拿啥挣钱呢他 他现在从哪出钱呢 美加墨世界杯 是他唯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哥们 美国时局 美国政治 你看不看呢 下届大金毛上不来 你抓紧跑吧 给他们能撸的 网贷都撸上 你抓紧跑就完了 我肯定得穿到 那帮房子卖房子 就看着他 你可真 你可真他妈是 你可真他妈是 是个负责任中介 你还穿到人家卖房 卖房跟你有关 你是卖房agent呢 你拿佣金呢 是啊 我不是agent 你不agent 扔句话快 他妈跑就得了 抓紧 路代 路代跑 下届我就画给你 下届川普上不来 抓紧跑 主播脑谈言论 他下去以后你上来 咋俩掰着 咋俩 他下去你上来 咋俩掰着 好不好 你牛逼 你懂 你懂美国时局 你上来咋俩掰着 行不行 你还没有话说 来下面的awm 你准备 你准备接卖 你还有话说没有 awm抓紧晚上上 点上连麦 我今天他妈不下班了 去叫什么连周转 我给你们开皮 开到晚上 来 不不 哥 有一点 您说了一些 就是一些专业知识 你说你在 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 之前阿里那边上 包括您跟我说的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我给您学校的东西 这点不否认啊 您说了那专业知识的东西 我不否认 您说了没错 后面的话 我可能会更小心 这帮就是总设计这帮人 因为我确实就是能说 我运气好 哥你这个东西 您不用给我台湾 我运气好 确实没遇到这种傻逼租客 或者说真的 或者人租客 但是我之后小心 要是真的行情不对 那我无非就干别了 我就去干个装修呗 一天挣个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 就是至少 我说实话 我为啥用的 没事 反正我自己有活 不是 就是你干个 你干个装 你装空调了 对 你装空调 你又给我落上装空调了 美国 美国格力 美国格力谁代理的 知道不 老板姓啥 知道不 这是老苏吗 还是谁 老苏是谁啊 那就不是 那可能他又是个小小小的 藏着个哪 知道不 不知道 藏着个窝囊 大哥姓李 你跟他打听打听 坑他理的 你讲话 大哥求了 为了求跟我见一面 都他妈见 求了多长时间 求他妈半年 我回国 给大哥整他妈绝望了 跟我说 我到底 我有时候在考虑 要不跟你一起回 得了 你竟闹那些社会 编酒料 你把还装上空调了 我总代理 总代理的 那总代理都得问我 怎么回事 你跟我 你跟我说 你去装空调去 你好好研究研究 以后干啥吧 哥们 我说实话 这条路给你堵停死的 你好好研究研究吧 你那个活 我说实话 如果要是如约而至的 美加默世界杯 如果如约而至 如果美国 那个时候 国泰民安 他能好点 能好起来 他能好起来 他吃老本 他能吃得起来 但是如果他这么打的话 就按现在这么打 得谁招惹谁 谁来 谁不服他 鼓动这个鼓动那个 他他妈离 离他妈联邦解散不远了 我就这么告诉你 我说个实在话 哥您说那点 就是说白了 现在为啥 华人剧这边 好价 大家都在看 那个什么 那个奥运 都在 都在 提前 提前 说白了 提前布局 提前规划 想这个 这个奥运什么东西 能那个什么 能赚一波 或者那个什么 这个东西 我说没错 你回头 一会下了以后 你一会下了以后 葛那个 我他妈不愿意 跟你说出真相 一会下了以后 葛油管上面 搜搜SB8 SB9 SB10法案 就是当时 ADU这个法案 谁把这个法案 就是谁 他妈突然间 在华人圈 就把这个法案 拎出来了 以后 框框干吵 SB9 是他妈 2021年 2022年 上的法案 这个ADU法案 是他妈 2017年的法案 为什么 2022年 年末 2023年的时候 突然间 就给美国 就给华人圈 就宣传开了 就炸开了 那么不出意外 当你搜这个法案的时候 点击率 流览量最高的 那个小子 上现实 烫个卷毛 戴个眼镜 这BY 还戴个口罩 做这个成品 ADU 哭哭 一顿 散播恐怖 不言论 光光一顿 威胁 再加上利用 他们才去投资的 那小叫他妈 看见理 后面讲他妈 讲他妈 每家 没的 还是我 还是我 你是属于 啥你也不知道 啥你也不懂 可是 他们都给他投资 都听我投的 就这么讲 明白了 我不是 我不是认不出来 我只是刚才 因为刚进来 然后您说 美国这边什么的 我一听您说这个劲儿 然后就想跟您 就是唠了 我刚才哥 你也看见了 我从来没有说 想就是采杠 我只是把我自己认知 我告诉你了 问题就在哪 问题就在那 不要看见 你把直拔好的说实 确实有混的好的 说话说 那我当时去的时候 不也两手空空吗 我也算性能 我甚至2019年 我甚至2019年 我那个BY饭店 9200尺饭店 开的我 赔他妈负债了 我都 该翻身 也翻身了 但此 今时的美国 跟你十年前去的美国 不是一回事的 它不是一回事的 它没有那个时候 你想伸手干个活 它就能招你的时候了 它已经开始卷起来了 那个时候 能招着人就不错了 行行业业 都有概念 招着个人 多少都有点不理想 哎呀 算了 就跟美国 这就是这样的 各国内都吃不上饭 都有这概念 现在它已经卷起来了 国内去的 像你说的 它不至于全是傻逼 但是虽然说 它不比正常人好 哪些 但国内的业务员 到美国以后 它能分分钟 卷死美国业务员 美国干业务的狗逼 不是 国内但凡 干过卖保险的 就随便拿个行业 最低级的基础素质 都能碾压 美国销售员 能卷死这 对 能卷死 对 能卷死 所以现在美国 那个B情况相当危机 这些人拿着公卡以后 第一件事啥 就是能找合法的工作 但凡这种岗位有空缺 你现在给4000养个爹 回头给2000能养个儿子 这就美国现在 你告诉牛逼在哪 华人搁那混200来年 就这么五个职业 你能开 你指望这个大哥能开 开拓出第六个职业了 那手下大哥 一个比一个能吹牛逼 现实但凡带他们 挣点钱 上山上重重叶子的 但凡他们带点钱 天天拿手机开直播 还得发自己家 大棚里作品 把大棚里边照片 讲话老板回头窝被端了 找那笔 跟我有啥关系 我的国内粉丝 一个个逼测仰脸 都这水瓶 你指望他们能混好 我真他妈 这真他妈行 你们可咋想的 你指望他们能混起来 都讲 我那外卖的成长 咋慢慢地慢慢来 现在外卖卷成什么笔样 外卖卷成什么笔样 卡车卷成什么笔样 饭店卷成什么笔样 这些大 这些大哥说有钱 赶快跟美国投个买卖 咱说慢慢如果 在美国五百来万华人 待了两百来年 五百来万华人 这五百来万华人 一共他们有多少餐馆 能供到这十七万人 得他妈打工啊 剩下都干啥去啊 都他妈开按摩院 现实都给美国捏黑酒压子去 都去考按摩执照去 考完按摩执照完了 你看按摩多钱呢 他们没有出路的 你给他吹完牛逼 回头 回头 去了一个月 咱不多说吧 你给小仙城 你挣多钱 你给他攒一千美金 和人民币还七千呢 爹妈闭眼的时候 你管不了 出去借钱往出走的时候 你管不了 他们回不来的时候 你管不了 他们当时租房的时候 你能管 除了这以外 你还能管啥啊 您说的没错 哥 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只能说我自己 这样子 我十年没回去了 我可能我也不准备回去了 你回不来了 你回来 你自己看看国内现在是啥样 哥们 我说不好听 那哥 上海开车 开车车的有住车里 你听过吗 一上车 一股五味 一股火炕味 住车里 你知道住车里 开上海开车 你知道他们一月挣多钱吗 挣多少钱 瞎他妈溜的 瞎他妈晃 一月 剩他妈一万二三 最少的 那在上海 上海消费高吗 我不知道上海 消鸡毛费 他都住车里 消啥费 没事下去 按个摩 去按脚去 一天剩六百 打底 一天剩六百 那说实在 那你要这样的话 那其实来不来这 无所谓 那实话 我因为我对国内 确实了解 问题就在这 你在国内大城市都没去过 你到美国直接问一线城市 上他妈洛杉矶去干去 你在国内上一线城市 你也不差哪 问题就在这 可能吧 因为我这是当时差一点 就是要是要是那个什么面团没通过的话 我可能会去比方上海 就是我运气好 对于那个时候 我运气好 面团没通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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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团没通过 ok ok 合理合理合理 我可能会 好好好 国内现在能吃苦 你能吃得了苦 或者那行业里面有水平 没有挣不着钱的 他们那个税银几两 我告诉你 你十年前去美国的时候 一万人民币 那是相当扛划的一个数字 你十年后 现在还得美国 你十年前是多少薪水 现在涨了多少 国内是多少 现在涨了多少 国内这个经济发展 现在一万 不当一万花了 现在一万就当 他们那个过去 那个就是四五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花 你原来挣三千美金 和人民币两万多 两千年初的时候 就这个价 那个两千年初的时候 两万多 那人民币 那是相当扛用了 2024年的今天 两万多 也狗逼不适 杂美尔就没 我现实不催牛逼的 后面俩贵都 他妈五千人民币了 对吧 钱这东西 经济这东西 是在增长的 美国没有 美国没有增长 美国还是那个价 你说它稳定也好 说太差一巴 但是它停滞不前 它没往前进 就这么简单 那哥 我说这实在话 跟您聊完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 属于性存品 偏差一种 只能说我自己运气好 去见识见识 你很快就会见识 对 去吧 我这个哥 我久了点 我给谢谢你 不管 您可能 您有些话说 想这样 就比较糙 但是 话糙理不糙 就是这个 这个我认 对 话糙理不糙 这是实话 多虚评 我只是希望 可能有些人 他那个什么 想过来 可能我刷点 你想清楚 想明白了 你把东西都打听好了 他想鸡毛明白了 你问这话 就相当于啥呢 你想明白了 你有这两下 咱再挣那个美金 有没有信心 有 能不能做到 能 他他妈想个屁了 他一秒头都没考虑 你在您直播这 如果他们来 想决这 遍地什么 黄金 遍地什么 都不他妈别来 这儿 不是的话 他为啥以为 他为啥因为美国好 如果他不是以为 到那不用卷 他到那就有 班上美金 他就能挣的一个月 还能挣他们一两千 他如果不是这么以为 他为什么要去 那怎么可能 我们刚来的时候 那么也这么一天 女的当男的用 男的当牲口用 那没办法 你刚过来 那就是那个 你能在美国十年 混到今天这样 他们不能了 这是问题所在 这个东西一定是啥 虚 就公 小于虚 虚 你才能在这个社会当中 从底层慢慢 或者混个三年 五年 你能混得上去 如果有一天 公大于虚 这么卷着做的话 就想到相当于啥 这么大一个石头 要往小瓶口里塞 你原来小沙子 往里面下子能下去 这么大个石头 往瓶口里塞 塞不进去 要么瓶口干碎 要么石头干碎 现在的量 突然间大了以后 进不去 互相卷 你也扛不上架 那个疫情之后 大家他们出于害怕也好 拿失业金也好 在家养懒了 才会导致 刷碗这活 三千八招不着人 现在一千八 都抢着干的原因 就是因为需求 需求量不大 但是供应量巨大 导致的问题 这个供应量的问题 是不可能通过 走向大哥 说你们回去一部分吧 找不着活 都回去 让美国用工 变成用工慌 怎么可能呢 一个饭店 新开的时候 一个饭店 才他们能提供 十个工作岗位而已 那么多人 上哪提供去 他们是上哪去干活去 他们都出去打工 互相只能卷低 自己的行业里面 每天该挣的钱 只能把这个钱 无限拉低 就像外卖一样 两百多的轻轻松松 变成一百多困困难难 他只能变成这样 他没有第二种结果 没想清楚 人真的 就是大哥 您听我圈里 那边咱尼支部员 五千多人 真的 没想明白了 千万别来 千万别来 真的 行 确实 哥 你那这么说的话 我没跟他 我过来不是说 一定去跟您分什么 对错什么东西 就是你在跟我讨论的是啥呢 就是我说你说的都是好的 没坏的 你说我说的都是坏的 没好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综合说吧 你说的好的 现在不复存在了 现在你说的好的 现在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了 除非再出去这些拉哥 能融到老外圈去 上老末圈去 跟人家一起干装修 这才有可能 在华人圈里面 不出这个圈的话 没有好了 没有好了 互相卷到死 就这么简单 您说的 基本上就这么说 比如说我 比如说时间前我这呢 可能一百个人里 有我工作头 现在不是说完全没有 一千个人里头吧 这个是概率问题 是吗 概率问题 咱就说没有这些大哥的时候 你就在 你就渴 你就渴着 华人圈里面最底层的 你问问来多长时间 越底层的 到美国时间越长 那些走在 那些走在街上 连车都没有 勾了八项的老头 低了个购物车 下面还带俩轮的 现实早上上超市去买 买那个打折货 晚上超市关门之前 去买打折货 那些大哥张嘴就是四十年 打底儿到美国 待的时间混 时间越久 混得越差 太大有人在 跟美国挣两年钱 总觉得自己挺牛逼 转身开个饭店 像我似的 赔的 他妈稀里哗啦 那不很正常吗 有几个在国外 创业也好 啥也好 最后他妈 如愿以偿 把钱挣上来 拿着灰绿沙 回上家的 回鸡毛家 现在你此时此刻 十年没回来 不出意外 你得跟我的朋友似的 你回到国内 你点个外卖 你得点成 你会点成 外卖的带金券 你等两个小时 饭都不来 你回头一查单 你买的是带金券 你都玩不明白 国内现在干啥 都是APP 美国还上DMV排队呢 国内这边 直接身份证一上传 加入一上传 完事了 你都不到国内 现在是啥样 你中间都没回来 是的哥 所以说我就是想 看看情况 今年明年 我得回去一趟 得感受一下国内 没准就让你做了 那么大 我可能我也回国 你感受感受吧 我可能 你尤其是上河南 那个地方 去感受感受啥呢 感受感受洗酒 感受感受洗浴 他就给你 这一个理由 就一个喜字 就给你理由 不回美国了 你会发现 隔美国 你什么玩过啥呀 你见过啥呀 隔美国 现在隔洛杉矶 你告诉 你告诉我 哪个仓库你去过 你去不去个仓库 就帮别人帮一天 那个时候很早 帮鸡毛一天 仓库改的KTV玩过没有 改的夜店玩过没有 你说KTV那种 我朋友有两三个都是那种 那种感觉真的 隔里面一桌消费 卡包多钱 他们我不知道大小 有些好一点 还几万块钱 小小几万块钱 大几千 装修好点 这个仓库 仓库私改的KTV 一宿 给他开卡包喝酒 那种几百 那种KTV那种几百 我之前一个租客 他就是帮 几百别闹了 三四千 便宜的 好点的一宿 你们七八个人 八九个人 给那玩 一晚上七八千 美金 我操 美金给人民币 玩啥了都 啥没有啊 问题是 就跟国内的KTV 可能还没国内KTV好呢 还没国内KTV好 你看看国内KTV吧 见的比他妈白宫都好看 我俏了 你可真是 你看看洛杉矶 那都什么屌儿 货贵网国运国内KTV 淘汰的二手货 拿到洛杉矶 做完了以后 你都是顶尖开场 顶尖DJ 世界百大DJ 上次动词打的铁 都他妈国内淘汰的 你看看国内KTV吧 我谢你了 那哥 我知道那个 你是真啥 你是真这么没吃过 没见过 啥你没见过呀你 那确实 您说没错 去玩玩去 上美国大仓库开的KTV 问问他们 问问他们说 这个KTV给国内什么水平 河南洛杨的KTV 都得甩他好几条街 好几条街好吧 你是真是啥也没见过呀 你真是 那确实 我就是闷人头挣钱了 也没挣啥钱 就这样闷人头挣钱了 我就像你一样 浑浑噩噩噩 过了15年 最后发现啥呢 去的时候两手空空 走的时候 负债累累 叫他妈 还不如不呆了 还不如不呆了 你回国溜达溜达 多了不说 人不坏 你自己回来 平平 我来这儿 我没法 我没法给你照 我没法给你照相 和国内 我告诉你啊 和美金 现在啊 和美金 180块钱 美金 洗浴中心 进去以后 那个装修 就差几分 你听过没有 黑色调为主 墨兰迪蓝 墨兰迪的色系 深色墨兰迪 你听过没有 深色墨兰迪 差几分 地上全是大理石 进去 从进去以后 老弟现实给你看手牌 牌给你打开 鞋 给你鞋棍 给你打开 搭搭衣服裤鞋 往他们一拖 这边小毛巾一挂 你往那边 司堂池里面一走 就他妈一米 一平方米 见方小池子 你哭齿 往里面一泡 这边是可乐 有好 雪糕有罢 光给你供上了 旁边烟灰 刚给你摆 泡澡的时候抽烟 玩手机 刷抖音 摊烟灰 喝可乐 吃冰糕 泡澡的时候 出来 这个门票钱里面 包含啥 一会你给下面 泡完了以后 直接奔二楼 新鲜网红水果 各国内 妈车里子 什么那个粉波炉 什么辣马西刀 那个大哈密瓜 你搁里面 哭哭就是 哭哭就切 你就现点 这个来这个 锅块 打开 光光光光 切完了 给你剁牌 摆你面前 那小里面 那个装修 小暗暗的风格 一会就穿驱袍 拧腰挂定的女的 走你面前 先生要不要到三楼 去做一个 做一个按摩 按摩三百九十九块钱 现实据腰瓦定 给你摁 你就此时 不让你搁他们玩 三百九十九块钱 人民币 你上楼绝腰瓦定给你 你什么手脚不老实 你哥美国五十岁大姐 不再让你摸下 他们满脖 满腿斑脖的 大腿的 你这边现实 老闷儿都他妈贼好看 你讲话 跟先生手没地方 没地方直接给你放腿上 我操你见过啥呀 哥他们上海这地方吃啥 吃帝王蟹自助 你随便点 佛跳墙 大海参 你框框 你就是造 造完这一趟 消费出去得真 折合美金一百八十块钱 哥我感觉我这几年就 你玩个屁 一个美国一百八 你吃啥呀 吃个屁呀 你俩人上 你俩人吃顿 黄老三烧烤的 干一百六 说实话 小费少给点 小费 但凡多给点 黄老三烧烤 你吃不下来一顿 你是啥也没见过 我说的还是上海 你要回到长春 到长春 到河南那种地方 你现实到KTV KTV现在做的都 他妈跟他讲 大黄公公室 大沙发一排 能坐六个人 两边带龙头金的 上面金光闪闪 大理石地面 走进来 全穿高杆鞋 小齐包 刚刚刚刚走进来 每个都给你微笑服务 现实大人钟 给你露得肚脊鸡眼 往这一坐 八百块钱台 帖子你光光 楼上不跟 你给这喝酒也好 啥也好 你一会儿来 来尿 来尿 上厕所 给你扶着往处吃 扶着给你 给你端子海螺 他他妈没了 他他妈现实 他买机票回国 端着海螺往处吃 吃完了以后 你当时 整完以后 给你揪的 你别往里放 这边拿出湿巾 框框给你擦 擦完了以后 你但凡你要把他脑袋 他张嘴就塞里头 我气儿 张嘴他就塞里头 葛厕所里 摆个弹钢琴的椅子 弹钢琴椅子 见过没有 长方形黑条 葛厕所里摆个 长方形的 他妈那个钢琴 沙发椅 你现实光给他 往那一推 你就开始修上墙了 你朋友跟外面唱歌的 椅子墙 碰碰碰碰碰碰 哐哐在那修墙 出来多钱 两千五 人民密 我认真认 大听大听 你们见过啥呀 哼到长春了 告诉我 哼 我十号带钢琴侠去唱歌 我新练了一首歌 我是不可能玩的 我跟钢琴侠是纯实练歌去了 钢琴侠新学的 我也新学的歌 我新学墨盒舞厅 我要上墨盒的舞厅 唱墨盒舞厅 你怎么不信 你对三线城市一无所知 呼叫鸡毛迎嫂 你们要不呼叫迎嫂 到时候给你开支播 我那个谁 那个何清咒 你是不是个长春呢 何清咒 我带你去 我到这儿叫钢铁侠的时候 我带你去 你也一起跟他去 你现场看看 你到时候一起去 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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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唱 我给你唱墨盒舞厅 唯一有一点不好的 啥呢 你正好别让他们说话 因为啥呢 但凡会说标准普通话 都上南方了 你知道吧 感谢我建造 感谢我尊重 尊贵的 M87头位的盲盒 就是稍微 稍微能说普通话 全上 全上南方了 这边 你最好别让人说话 咋的哥 整下哥 风光哥 唯独说话 就是这些 咋的呢 妈搞里头了 爹呀 唯独就是这块不太好 其他 其他说实话都没问题 感谢飞行 飞行大哥的 那个 红星 红星大飞哥的 那个啥 那个舰长 就喜欢这一辈 那你快去 那你快去 感谢送的跑车 我送个 我送个 三连跑 我正经人 我正经人 你举报个屁 我不能给都说 何行周 你给我说说 为什么你都是 后面两个钟 才上线呀 为什么我每次直播 你都两个钟 才上线 你给我说 你说 时间都就看了 但是你不打字 两个钟才打字 现实装修工 拿冲击乱修墙 感谢每一天 这十个车 哇 哇 哇